其實我覺得 回過頭來看桃園在地 當時要提名林志堅或是鄭運鵬 都是鄭保卿跳出來反對 那後來這個陳明通的論文案 是誰反對最大 所以鄭保卿 是呂秀蓮 那呂秀蓮早就不是民進黨籍 他已經退出民進黨了 就是兩個在地的資深 鄭保卿出來對你們來講是好消息 我覺得照我們自己的節奏 很穩步的在向前 講話跟朱立倫議 民進黨他要怎麼亂 我們真的是不知道 因為上次已經把自己提名的參選人換掉了 真是匪所思的事情 好啦 這個桃園現在已經是進入 更大混戰 對 我覺得藍營錯估局勢了 因為從目前來看 他們覺得說鄭運鵬氣勢好像稍微弱給張善政 可是那是因為的話 經過論文案抹黑林智建議之後 那鄭運鵬上來有個盤整期 那經過這個盤整期之後 其實支持度會慢慢的再往上 因為有一些南桃園的這些朋友 可能對於鄭運鵬的熟悉度 還不夠高 這需要一點時間 那所以他們看到目前 甚至有些部分媒體做民調覺得說 哇 如果鄭保卿出來之後 可能就會分掉 首先我覺得鄭保卿就算出來 賴相當也不會退 因為對民進黨跟克文哲來講 就是來亂的 所以來亂的到底用一個品牌亂 兩個品牌亂 其實是一樣 如果說鄭保卿掛五檔 然後賴相林掛民眾黨 他可以把一些喜歡克文哲 不喜歡民眾黨的這些人也吸進去 那他們的如意算盤 反正就來稿局 可是稿局的結果是說 你看像是他們 鄭保卿又是 鄭保卿跟吳子佳 跟黃偉漢跟朱學恆 其實就是綠營最討厭的一些人 你根本沒有一個綠營會喜歡的人 在這裡面 所以你這樣一個結果就是說 張善政自己的票會跑掉 只是在這個時間點是看不到的 但是後面再過一個月 兩個月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你原本很開心說鄭保卿出來 要開心 是這樣 結果是說張善政他的票 事實上會被稀釋的更多 但是九月二號就會見真張 你的意思是這樣 那張善政自己要有心理準備嘛 對不對 這件事情 關於他的這些傳聞 上次他選副總統的時候 其實我訪問過他 他也講過了 請把你的頻道轉到一百五十二台 民視臺灣台 拉新聞一五二 諸早送巴 評論功夫 達 拍攝